以往投資者如果要選擇內房股 一向都集中投資一線內房股 但今年以來二三線內房股明顯大幅拋離 上部投資研究部分析員李浩然認為 主要是政策對二三線的城市影響較小 以及受到北水侵賴 分析內房股主要看兩個趨化劑 其實年頭到現在 你見特別是二三線內房股的走勢比較凌厲 我覺得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二三線的樓 其實賣得比想像中去貨比較速度 去得快些 你見到其實一至四月 很多內房股出來的銷售數據都比較理想 變成大家會覺得看好很多 就會覺得沒有之前看得那麼衰 所以變成其中一個rewating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基本上是一個北水特別的垂青 你會見到其實他們個別 會針對一些比較沽空 即是在沽空比率比較高一點的內房股 變成他們會針對性去夾空 變成你就有兩個很大的推動力 推動著某個別幾隻內房股 但如果你看看個別的例子 好像譬如融倉 其實你看看 它就比較明顯就是北水和定價權 那樣東西 因為你看看其實如果你看看Cicus 其中一間中資證券商 其實已經拿了四成一的流通股份 另外一間就是中國證券登記 也都是北水代池倉那裏 其實都拿了兩成一 那你見到其實兩間加起來 已經拿了超過六成的股份 其實你看看另外那些所謂的外資的 所謂的外資的投行 其實他們拿股的比例 在說幾個百分比 變成其實話語權很明顯 去了中資手上 變成你看到它就斷斷有 還有它之前的沽空都厲害 變成有一個力度 不斷去夾沽空 不過如果你看回基本面 其實你看回瑞信的報告 都在說它其實PB的高度很離譜 因為其實已經高過了 即是A股裏面的內房股的同業 看回PB的話 變成其實我覺得現在在高位的話 純粹因為資金面推動的話 我覺得在高位再追 我覺得直播率就不會很高 還有要留意一下 就是那些資金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比較制衡一些 就是你如果看回資金流向的話 變成其實有時候高了的話 可能你是接火棒那個 變成它走得快的時候 你在高位再接火棒 可能有一段時間都會保護很久 所以我覺得風險比較高一些 另一方面 內地加速金融去槓桿 加上臨近半年結 銀根偏緊狀態 房貸難免受到影響 5月15個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 有降溫跡象 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升幅 都比上月回落0.5至6.4個百分點 按月計算 9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下跌或持平 5個城市升幅都少過0.5% 另一個例子 碧桂園 其實如果你看回銷售 其實5月已經是差過4月 跌了差不多2.5% 很明顯就是受到最近的調控和限扣 其實如果你看回內地銀根緊張的情況 其實現在拉高房貸 其實對他們的銷售都會有影響 如果這個情況持續成為一個趨勢的話 那些人下半年就會未必看得這麼好 看回這些二三線內房 我覺得現在的情況 拉長少看 其實我覺得 情況就不是看得好像上半年看得這麼好 我覺得現在再高追的風險就比較高一些 我覺得暫時不值得再尖守住了 為了 感谢观看